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夏税务栏目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请到了澳大利亚税务局的Claudia 来给我们分享一些税务的资讯 那么今天我们将谈一谈如何在今年度的所得税中申请扣减 今天非常开心,请到Claudia 谢谢你们再次邀请Abby 那么有哪些基本条件,我们需要怎样弄清楚 哪些是需要获得扣减的呢 那有三个非常简单的原则需要去遵守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扣减是由自己付出的 而不是事后被报销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扣减是和工作有关系的 然后最后呢你需要有相关的收据来证明你这些减除 那么我猜想税务局一定有一些常见的一些扣减的项目 那么你是否能够告诉大家更多资讯 能够帮助大家更加正确的申请扣减项目呢 当然可以,我们已经为了一些比较经常用到的扣减项目呢 设置了一些简单明了的指引 那这些指引呢可以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扣除,什么是不可以扣除的 那这些常见的扣除项目呢包括车辆以及交通费开支 包括由工作地点以及居所之间所产生的交通费用 衣服和制服,洗衣以及干洗的支出 礼物以及捐款,家庭办公室的开支项目 再赚取利息股息和其他投资收入有关的扣除 还有自费交易的开支 工具设备以及其他资产的开支 和其他类别的扣减项目 那如果需要得到更多的讯息呢 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ato.gov.au-deductions 那么今年是否有一些特定的扣减项目 税务局是会特别小心的检查的呢 是有的 每一年呢我们都会留意 有没有人申报了多出他们所应该得到的 那么今年呢 我们会特别留意在各行各业在工作支出方面高的不寻常的申报 那么过去呢 那税务局呢是把重点放在了特殊职业人士的扣减方面 但是今年呢 税务局的重点是什么类型的扣减 而不是放在了职业上 对吗 我们正在采取一个更加广泛的办法去查清和调查 所有行业和职业里面 易于正常的这个申报情况 那么今年的重点即将放在关注申报超高工作相关费用的上面 那么还将特别留意其他什么费用呢 那我们还会特别留意雇主已经给予报销的费用 当然还有私人费用 那么比如说将私人的电话费用当做了工作相关的电话费用对吗 是的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申报午餐的费用 是的 好的 那么现在呢 可能有些观众朋友就比较担心自己填错了自己的报税表 那么你是否有一些建议可以帮助到他们呢 其实我们也很了解很多在报税表上面的错误呢是无心的 而且这些错误呢也是非常简单就可以被修正的 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不会提出罚款这些措施的 如果你的错误导致了对税务局的欠款呢 当然你需要补税 但是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不会处罚罚款的 而相反如果你的错误导致税务局欠你税款的话呢 你不但可以得回你的欠款 而且还会得到你应得到的利息 因此如果有些观众朋友们觉得他们在税务申报表中犯了错误 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犯了错误的话 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网上个人税务服务来更正你2015年的税务报表 那么Claudia你是否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 关于更好的保存他们的记录 也许呢这个方法能够比保存在旧鞋盒里要更加来得好 那科技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比旧鞋盒时代进步了很多 那在筹备2016年报税时间的时候呢 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税务局免费的APP应用程序 叫My Deductions My Deductions可以让你记录跟你工作有关的所有费用 以及存到所有的收据 那到你年底需要报税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它来证明你所有的扣件 所有的讯息呢可以直接下载到My Tax 2016年 让你自己报税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些讯息转交给你的税务代理人 让他们帮你做年底的报表 那么你指的这些收据是包括汽油收据 以及该洗费用的单据吗 是的也可以是在家里办公室的支出 或者是捐给慈善机构的支出 所有跟税收有关的收据 你都可以下载到这个应用程式 或者用你的电脑板手机拍下照片 就可以马上存到 那更好的是如果你是使用My Tax 或者是税务代理来报税的话呢 这些讯息你可以直接下载到My Tax 或者可以直接转发给你的税务代理人 好的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 可否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 因为我听说呢 最近有一个刚刚生效的一项新的商务资产扣减额 那么你是否能够给大家有关的资讯呢 说的没错Abby 那从2015年5月12号开始 商业即时财产注销的限额 有1000块提升到了2万块钱 是的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变化 是的相当大的一个变化 这样一来呢 商业在他们2015年报税表的时候呢 商业资产只要低于2万澳币的话呢 就可以申请立刻的扣除 那更多的讯息呢 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 ato.gov.au-sbdepreciation 那么太好了 今天呢 非常感谢Claudia的时间 来帮助大家正确的申报 个人所得税的扣减 不用客气 我们希望没有人会错失他们应得的扣减 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该如何联系税务局呢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英语关于扣减的信息的话呢 可以登陆我们的网站 ato.gov.au-deductions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中文的讯息呢 可以登陆ato.gov.au-chinese 当然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2861 如果你的英语不太好 需要直接和我们的税务官员沟通的话呢 可以拨打我们的传译电话 131450 当然你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我们直接联络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Claudia的再次到来 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夏税务栏目 我们下期再会